总统蔡英文昨天在总统府跟环团碰面 珍爱早交公投领先人潘中正当面呼吁三接停工 但并没有获得回应 会后潘中正更表示说总统脸色沉重不发抑郁 虽然总统府发言人否认 但说心胸宽大就不会沉重 这一番话让国民党立委大酸 要解决能源问题不是找环团见面摸头解决 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是缓甲说 政府一定会谦卑倾听 期盼找到兼顾环保又不缺电的最好答案 我一直说小英是局外人 今天我还是要重复这一句话 一句局外人让共事破局 22号环团到总统府提出谏言 但总统听见正爱早交公投领先人潘中正 提出三接停工诉求 不止没承诺 更传出蔡总统脸色沉重不发抑郁 双方似乎不欢而散 那这个沉重呢 其实我也看到了小英总统 非常凝重的脸孔 沉默不语 而这并非事实 如果心胸开放 或许心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总统府发言人强调 沟通不是坚持己见 但一般解释也挨轰 太没诚意 只是进去让政府摸头而已 拿出具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那个才是正道 各界人士的宝贵意见 政府都谦卑倾听 积极地引力 希望能够最后有最好的答案 苏昆也帮忙换家 而5月16号 民进党将举办首场国阵说明会 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跟苏贞昌都将亲自出席 正面迎战828公投 这次总统展现最大的诚意 有沟通绝对是好事 那也表示呢 民进党会用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四大公投结果 不止攸关能源石安等政策推动 更牵动2022县市首长大选 蔡政府小心拆炸弹 这台北综合报道